其實每年政府都投放了大量的資源在教育工作上 但是過去這段很長的時間 無論教育的制度本身 以至教師的質素 學生出來的表現 社會上都有大量的批評 近年校園高度政治化 無論是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生 都受到校內、校外各種偏激思想入侵 亦加上這些港獨思想 來到反修例暴亂的期間 有部分老師和學生參與這些違法暴力活動 有些受了法律制裁 這反映到我們整個教育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 剛才聽到局長所說 政府的願景是要培養青年人成為有質素的新一代 對社會有承擔對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 施政報告中也有提到要加強德育教育 要加入這個手法和同理心 作為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這些我們當然支持 但問題是怎樣做得到的? 現在不只是培養學生的問題 而是培養老師的問題 通識科當然要改革 我們每天都說通識科不應該是必受必效的 你已經從頭錯到落尾 連特首都認為是錯的東西 你現在還要留它在這裡 不過改頭換面 正如我們很多同事都說 你找回同一批老師去教你改頭換面的通識科 是否達到你想要的目標 其實是我們很懷疑的 我仍然都認為通識科不應該必受必效 我們應該有新的科目去取締通識科 但現在最重要最重要的 主席我想提出的就是老師的問題 我們最近看到有很多老師被投訴 你現在接下來 對整個老師培訓 你有沒有一個改革的計劃 我們希望老師同樣地你對學生的要求 剛才提出的那些 對老師都一樣要有這樣的要求 有這樣的標準 有這樣的準則 老師的得慾 守法意識 同理心 對國家的觀念 對國安法的理解 同樣都是這麼重要 那是何時去教呢 怎樣去教呢 怎樣可以令到現職的老師 和未來的老師 這些都是符合我們社會的訴求 明白他們是達標的 才可以教我們的學生呢 這就是我們現在最擔心 現在一定是教育要撥亂反正的時候 希望局長有這樣的魄力和決心 去做到這件事 另外我也想提一提 我們培訓我們未來的一代 一定要符合我們社會的需求 所以現在我們醫護不足 科技人才不足 就應該要增加學額 去給更加多的醫護 和科技的人才 這個也是必然要做的 謝謝主席 局長 主席很感謝郭議員的意見 也是回到老師質素的問題 我們是會從無論是他職前的培訓 入職 以至於入職後的培訓 以及在這段時間 即是他一路做事 我們那個監管上面 我們都會做多一些改善的措施 希望可以做得到 但是這個我們現在先是做一個 總結我們過去處理的那些個案的經驗 先做了那部份的功夫 然後其他的我們要逐步逐步去做 我贊成議員說 我們對老師是有期望的 但是我必須在這裏說 我仍然相信絕大部份的老師 就算是通識科的老師 過去他們都做了很多的功夫 也都在通識這科裏面 有很多老師出了力 去幫學生真的做到一個效果出來 只不過是我們想那些科裏 繼續進步去做這個改革 我也希望所有的老師 都跟我們同步 一起去將那個教育去做好 主席 最重要的通識科的改革 不是換湯不換藥 還有對老師的質素 那個要求和培訓 是不是都可以有個計劃 來向我們立法會交代 要不然你說長期都是先看看 我們不知道何時才見到 你有一個改革在 好了局長 以後要補充這個細節 好可憐